不允許你不知道阿門街 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店 OK 鵬哥訪問一下你 不准想立刻回答 OK Jacky Lo 還是阿成 Portman 不要理 Jacky Lo OK 如果你有一種超能力 你會選擇 懂得飛 但要一直飛 或是歐尿 還是要拿著屎 才可以瞬間轉移 當然要屎 如果你拿炮的話 你會選擇遮陽還是重要部位 遮陽 遮陽嗎 錯了 這個時候 你需要Sersame VPN 這時候你需要Sersame VPN 來保護你的個人資料 讓你免長的人肉搜尋 知道嗎 Sersame VPN 是世界上發射最快的 VPN品牌之一 它可以全方位保障你 互聯網上的私隱 以及控制你的個人數據 以及不會被監察 追蹤 以及儲存你的任何線上操作 亦表示 不會設有任何連線 或活動日誌紀錄 而且它在一個帳戶 就可以連接所有的裝置 等客戶無所遁忍 現在輸入獨有的訊號 Navid 立刻享有17折 即是83%off 以及免費享受三句的額外之溝 這樣就算你被人拍到相片 也不知道你是誰 是呀 是呀 看影片吧 大家好 今天有大文和我 今天就開始關了 很多朋友都會DM我 你來到澳門有什麼食物 真是 我這麼多人參與你 我這麼多人參與你 我已經認識你了 好了 有點小插曲 因為一開始關了 很多人都會DM我 家聰明我來到澳門有什麼好吃的 所以我再拍一段影片 就真的介紹幾間正的餐廳 第一間就厲害了 嘩 這個是你介紹我吃的 我也是吃過兩次的 你覺得怎樣 OK啦 即是不是很好吃 但是很值得一試的一件事 但對我來說有一點情意 就是因為我小時候 就是這間店舖的 經常都會買這個包 有些人叫做雞球大包 但我不知道它這個有沒有雞肉 它像是豬肉的鹹 半隻雞蛋 但我小時候吃好像是整隻雞蛋 我現在的物價或什麼 它只剩下半隻雞蛋 小時候買的就很便宜 這一個三 20年前 我出來抱的時候 現在買五號紙串 我們現在Let's go Let's go F**k you 拜拜 我想裡面那些是不是豬肉 是豬肉 我想我們要三個大包 多少錢 33 35年了 35年了 我小時候又有 35年了 它的油炸鬼 原來不是即炸那麼簡單 它是立即開始年份 立即在搞 然後又 不過今天試不到 我們去公園那裡 先試一下大包 很棒 我很想吃即炸油炸鬼 很久了 下次來試試 下次 還要看著它做 對 你知道哪些油炸鬼是怎樣的 秦樓嗎 這麼厲害 兩夫妻 相傳是秦樓害死了岳飛之後 應該就很討秦樓 所以兩夫妻就搭住了 炸給他們吃 所以油炸鬼會有兩棵 就是因為一個是秦樓 一個是他老婆 Oh my God 你如果當時 秦樓 真的爭氣少少 有兩個老婆 現在油炸鬼就有三棵了 你試試它有五個老婆 嘩 那我口感很豐富 有多震撼 那試試這個包 首先 叫大包就很大 而且大包是很有趣的 大包是每個地方 裡面的餡料都不同 是嗎 它其實有幾種說法 一種就是 將前晚吃剩的東西塞進去 有些是說以前的店鋪是會專門買大包 給一些比較窮一點的人吃的 所以他們會買得很便宜成本價 但會限了每天賣多少大包 還有中式包的好處就是 它是很乾淨辣辣的 即是如果你是冬天早上做一個 很舒服的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可以拿上手的肉餅飯 再告訴你這些店鋪 是嗎 遊客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三十多年 但是沒有人說 好像茶油的味道 叉絲包 蛋好一點 我這麼浪費 我口感 收到你有位 我有點餓 我有點餓 我們吃完這個食物了 我們吃完這個大包 都在說話 我們吃完這個大包 現在就來了這間 這間是很厲害 多少年歷史 三、四年了 我看一看 1944年 多少年是少了 三、四年 不知道是1934年還是1944年 OK OK 你們繞到 這間叫紮燃機的雞蛋仔 我知道你們香港朋友 一定雞蛋仔 你們是旁家 但這裡有一個澳門特色 香港一定沒有的 澳門特色的是甚麼 就是葡他 他就將葡他和雞蛋仔結合在一起 照臨功夫家唱歌跳舞 這樣也讓你想到你會發達吧 沒錯 我想問雞蛋仔是否要等多久 等一個小時 等一個小時 對 一個小時 哇 你以為不用排隊 我不好意思 原來Kooty全部排隊 原來是要等一個小時 我在等七個小時 帶了這個過去 吃完東西再回來拿 很少可以吧 是嗎 你可不可以弄久一點 我想等一個小時 我想等一個小時 我現在來到一間叫武耳 叫港潮福 好像他的說法 我不知道有沒有錯 就是廣州 潮州 和福建 厚味的米粉 湯底 你吃起來很舒服 我不知道你明白 那種感覺 就是我以前在賭場 基本上我們每天早餐都是吃這個 還有很多東西 肉碎 豪仔 雲吞 粉腸 雞腥 聖子 聖子 蜜魚丸 牛丸 豬肉丸 最有名是豪仔肉碎 後來又是聖子 我來的時候都是肉碎 牛丸 肉丸 其實澳門有很多間武耳 有武耳 武衣 有新武耳 它是一個我們澳門人 平常常常都會吃的食物 某程度有點像香港 聖探仔 也算的 還有 喝醉酒第二日必肥 我加魚露是因為我吃粉腸 會用魚露那種味道 有時它的粉腸會有一種 臭臭的 苦苦澱澱味 他將會留下一些東西 我會泡一泡湯 但我看它這個就不算很脆 好像吃馬鈴雄的酥肉 但我味道OK 我買了要試這個 真的一定要試這個 來到澳門 它這個泡椒真的很好吃 我又好像小紅燒一樣 不允許你不知道阿門街家 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店 普撻雞蛋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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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沒試過 我試過的 我沒試過 普撻雞蛋仔都喜歡吃的 我沒試過 不允許你不知道阿門街家 就是葡萄的類似蛋仔的部分 我真的沒試過 雖然我們兩個男生在吃 就是這件事 真的挺好吃的 表面是屬於硬身脆身的 它不太甜 是用口感 小心 我說辣真 真心說 那要我站在這裡排一個小時 我不行 我不行 如果這樣回來 OK 舒服 可以試一下 我平時有吃 但我沒試過那麼即場吃 因為我通常都是買回去吃 可能開車也好 甚麼都好吃 我拍車也吃 我今次吃這個 我是覺得特別好吃 可能因為即場 裡面的蛋漿還是熱 好像有點處於半溶的狀態 哇 這個很好吃 米洞邊很棒 你見到的感覺 上面有個太陽衫 還有一個 假石巢 上面有個女兒 旁邊有個井 這個井聽說 400多年歷史 400多年歷史 現在人們正確認 如果確定 如果確定了這個井 真的是400多年歷史 就會有一個文物 就會有文物 有個保安物站在那裡 他剛才說 最後一集 文哥雞翼包 這裏最有名的就是 毛骨的雞翼包 這裏很有趣 這張桌子 你看看這張桌子 它看起來像一張桌子 其實它是一張椅 剪了一些椅 然後剪了一張桌子 所以這裏沒有桌子 全部都是椅 這裏是很小的 我不說太多 這裏是很棒的 昨天來吃東西也發現 這裏我們平時來吃 毛骨的雞翼包 它會被盒裝 我們先不要這樣圈出來 我們女生會有女生的 HIGH TEA的咖啡店 我們男生也有男生的 女生的咖啡店 對於我們男生來說 整體是很咖啡的 那裏是完全適合我們 而我們也覺得很貴的 但這裏我覺得是屬於 馬甩佬的HIGH TEA SET 一定是 性價比很高 肯定是吃得飽 我來打卡我覺得都很漂亮 這裏其實是Hugo之前拍過的 但Hugo之前的YouTube 沒有被人封鎖了 他之前封鎖了 他之前封鎖了個頻道 趁這個機會呼籲 可以的話 也跟Hugo新的YouTuber的頻道 因為他也是很有型的 就是他用了大家的福利 而被人BANG了頻道 像無古人 還有說一聲 這裏不止無骨雞翼包 很好吃的 雜菜湯底 還有番茄湯底的通粉 雜菜湯底、米粉 公仔麵 雜菜湯底或番茄湯底都很好吃 沒有味精 哦 在他們旗下 還有一個文哥的龍蝦煲 有機會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今天介紹不了那麼多 薯仔 哦 哦 魚蛋薯仔 我給他夾進隊 雞翼頭 我怎麼知道 這麼近的 不只有你們女生有的 五星級酒店 嗯 那些牛油 嗯 哎 辣的 辣汁 辣汁 甜不甜的 我開來吃 嗯 它醬很好吃 我一吃過它醬很好吃 它醬很好吃嗎 它辣的醬很好吃 但是我吃不到辣汁 很好吃 這個是它新產品 我都沒吃過 這個我吃過 剛才朱青吃過的 這個是它黑炭包的漢堡 無骨雞翼漢堡 哇哇哇 像舊式漢堡包 但也很好吃 如果讓我選擇 我的雞翼包 我會選擇 這個套餐 它其實也沒有做套餐 它只不過是 你叫三個包 它就會給一次過照 哇 這隻雞翼 你看看 多漂亮 挺特別的 醬又甜甜的 雞翼加上它醬 而且這番茄 令它整個時不太膩 不過我來說 最重要是雞翼吃的 通常 小小包 我只要這樣做 我就會 轉去吃雞翼漢堡 現在我可以拿著包 我一吃雞翼漢堡 我這個就可以吃一口 辣魚蛋 這個下面有些薯仔的東西 這個好吃 好吃嗎 但是吃了 這個是敷得很飽的感覺 這個很酷 它裡面所有東西都是 很嫩滑 這辣魚是多厲害的 辣魚是自己吃的 是嗎 辣魚一定要自己吃 我喜歡賣 我自己在調教 每間都不同 有些會帶咖喱麵重一點 可以帶普通的味道 是 而且那個薯仔很香 我們薯仔是用我們煮雜菜湯的薯仔 即是不會賣出一份包 雜菜湯就少了一份薯仔 不是 我們煮的那些湯就少了 OK 說笑 但是薯仔真的很香 它提升了整件事 我先試冰冷水 好嗎 來 要冷水 不是自己煮的 水呢 糟糕 水是這隻 平時這樣 下午過來坐這裡 其實挺舒服的 而且這裡是沒有人設備的 當然我們來拍攝 老闆 大家吃了一點 希望吃飽之後 自己幫他收拾一些東西 如果真的不想收拾 就放在別人的桌子上 像環境一樣 吃到這樣 我一陣子會抹桌 我一陣子會抹桌 就是這樣 我們今集就介紹了幾間餐廳 接下來都會繼續拍 之後未必是長片 可能會試拍這個鏡子 我覺得有好處的 可能要吃東西來講 鏡子就可能 你真的在找東西吃的時候 你就直接快點 有好有不好 都是在身上試 試一試 好嗎 今集就到這裡 多謝大文 多謝Shotting 多謝Shotup Repair 多謝你們 再見 拜拜 Shotup Repair我還有拍片 哈哈哈 可以找他 鍾老闆 鍾老闆 十幾年之後靠你了 挺聰明的 他自己在家製造的東西 說挺好喝 介紹我喝 這個花給我試 真的OK 然後說我給你錢 你幫我買所有材料 賣了一杯的純利 就貴一元是屬於你的 這是獎萊 真的有 真的有 你那杯的名字 植利谷花茶 植利谷花茶 我都沒有說 都不能說的 他底部的味道也沒有告訴你 之後告訴你 有菊花 有植利兩樣 但底部的味道也沒有告訴你 小廚師 Hello Hello 熱水1000毫升 1000毫升 是師傅 賣了自己喜歡的份量 我通常都是200至100 之後把植利粉倒進去 你怎樣發現這個配方的 在網上看到 通常就是三根或四根就可以了 攪到那些植利粉溶在水中 好 你想要有味的話 就可以加些甜的東西進去 我可以加一點蜜糖 蜜糖可以 攪到差不多就可以了 放在雪櫃裏面 正在放 那這一部分就完了 看他的電影有沒有在移動 如果還在移動 即是有液體的狀態 要拍完下半部分 就要等菊花買回來 哦 因為材料沒看過 那現在先拍上半部分 拜拜 拜拜 上了鏡了 很開心